嗨,视频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的名字叫王文,我是居住在犹太州业务村的地产经纪 今天呢,来带大家拍一套林海这个高深开发区啊 呃,Jubilee一套这个非常现代的一套连安排别墅啊 它的楼皮性能非常好,出了门了两分钟就是Warmart 然后Warmart旁边又是Costco,呃,Smith超市也在旁边 所以一条旁边过去都是买菜非常方便的,买家族用品 然后呢,它附近有邮局啊,银行啊,商店,超市,学校都是英英俱全的 离这个i15高速外就七八分钟,呃,这边都是大公司 所以说它这个楼皮性是非常好的一个楼皮性 最重的是这个小区的话,它没有这个出租限制 呃,它这个房子呢,是自带两辆车,然后转位还可以再停两辆 所以都可以同四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房子吧 啊,这一套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非常时尚的这个连排别墅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小区的环境吧 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小区 然后呢,它那边还在造,还要在不同,呃,继续造房子 那么它这个location非常好啊,它是去 啊,Warmart就在旁边两分钟,Costco就三十分钟,非常好的location 去i15就五,呃,七八分钟 那么这套房子呢,是2021年的啊 啊,这也是样板房,那么它要卖的呢,是一套在那边的,我们等会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套房子的这个,呃,格局 那么它一共呢,是2500尺,四房四位啊 呃,挂牌价呢,是531,400,那么呃,物业管理费呢,是147 啊,我们看一下这车库啊,它其实是两个车的车库 它当中呢,是弄了一个这种分开来的水泥,感觉好像旁边是别人家的,其实不是,它这个都是,都是你们这里的 这里,到旁边那个门,这两个车库都是一套房子的 那么这上面这个窗呢,这个窗是主卧,旁边那个小的呢,就是主卧的,呃,卫生间,那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这是进门,然后它用的这个门呢,都是非常时尚的颜色,灰色调,也是磨砂玻璃的,既能保持一定的私密性,同时呢,也能够啊,很好的有这个采光 一进来,左手边呢,是去二楼,那么这里呢,就是一楼的格局,我们看它这边都 升级的这个扶手,非常漂亮 这个厅,因为它是最后一个单元,所以说它 两面有窗呢,非常漂亮的 一个客厅 看一下非常简约,然后这个窗也 非常大,上下都有窗,很舒服 这下面是做了一个壁楼升级 电视机 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就是去地下室的位置,一会儿去看,这里呢,就是餐厅 嗯 说出来非常别致,位置做到底,这是厨房的位置,厨房还是蛮宽敞的,这边看 L型的,它这个开发商用的这个材质还是非常有保证的 这里呢,是步入室的,食物储藏间 那么冰箱,我们看它这个柜子,现在流行这种像那种不纹的这种柜子,非常有质感的 都做到底,非常大 下面呢,是双烤箱 五个孔的灶台 上面是微波容,用的惠儿铺品牌 这大理智台面跟这个非常搭 跟这个柜子,柜子是不纹的,大灰色的 上面是有点那种烟灰的,非常好看的 看这边可以望到这个山景,山景房 这里呢,就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非常的宽敞 我们看这边,这就是两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通往后院 看一下这个 这里,它这个院子还没有围,自己可以围一下 那么它因为是连排嘛,所以它这个草坪呢,这后面一条都是跟邻居共享的 一起使用 自己围起来呢,就是会稍微小一点,但也有个小天地 不围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比较的大,很强 好,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我非常喜欢它这边的这个家居的摆放,非常的简洁温馨 那卧室呢,都在二楼 这地毯也是有非常高质量的地毯 好,我们看这边是 挑高,有点斜顶挑高的,非常现代的一种设计 转角 这里空间也非常的宽 一上来呢,这里是洗衣房的位置 它是上下跌放的,也非常省面积 二楼三个房间,这是第一个房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非常的大 这边放一个full size 没问题,它这边呢放个twin size twin bed,然后旁边放个梳妆 可以给孩子洗一下作业 隔壁呢,是第二个卧室 面积跟第一个是一般大 它是比较大的 非常漂亮,简洁 样板房嘛 这个房间旁边呢就是二楼客户线的一个全卫星件 看一下 马桶 烧台般啊,用的这个 颜色材是跟一楼厨房都搭掉的 搭配 灯也是升级的,非常好看 浴缸 淋浴 那旁边呢就是主卧了 主卧相当的宽敞 我们看这里面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地上是用新型材料那种 橡木地板,但它防水的那种材料 然后这里呢是非常通透的一个淋浴房 耳霜,烹零头 墙面也做了磁砖的这个装饰 玻璃的,两面是玻璃 这旁边呢就是一个浴缸的位置 然后它这里有个窗呢是非常的宽的 采光还是非常不错 那这里就是双台盆 台下盆 大理是台面 里面就是布鲁市的衣帽间 衣帽间不是很大 但是 如果能够自己规划的好的话也是可以 也是够用 可以去宜家做一个那种 衣帽间里面可以格局 分一下那种柜子啊 有定制的 我们看它这个扶手都是 有升级 非常舒服的一个 小户型的 这样一个格局的连排 别墅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它这里地下室非常好 这里做了一个简易的小厨房 地下室是不出室 不入不出室的 可以有有一个单独的门 都做好了这个 灶台啊烤箱 微波炉 然后这里是洗碗的地方 洗碗机都有 都好了下面一房一天 我们看这边是可以走出去的 一半在下面 这个设计还是非常的不错啊 下面就是这样子的 走个几个台阶就这样子 非常好 外面进来呢我们看 这边是一个这个餐厅的位置啊 然后客厅在这边 那旁边还有两套要售的是 八月份完工的呢 它下面地下室全部给你完工 房间完工 然后呢就是没有厨房 我们里面看一下 我们里面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它的卧室 地下室的卧室 这里呢就是地下室的一个全卫生间 呃瓷砖地板都非常的精美 用的这个大理石的包纹 然后呢这里是大理石台面 方的台盆地下盆 台下盆非常非常漂亮 地下室这样一套套房呢 可以至少租750以上的 至少的在这个地段 非常好 那么它这个呢是地下室有门的 那那两套呢就是说 呃地下室没有这个门可以走出去了 但是说呢它地下室也全部给你完工了 就像这样子非常的隔断隔好 房间啊卫生间都地毯全弄好 就是厨房是没有完工的 那么那一套是有一套是五十万八千的呢 可以做成五个房间 五个房间三个卫生间三个半卫生间 也就是说五十万八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这边嘛不是它是最后个单元这个鞋顶吗 它那里的话就是这边可以给你 上面有个房间 就楼层不是调高了 它说这个垃圾桶啊在这个车库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凹进去就是放垃圾桶的 到时候垃圾回收的那天就放到外面去 yeah it's hard because we have all of our supplies in there yeah it's all right 我们看这个车库也是非常深的 but it is a proper full size two car garage 对它是很深的可以听两辆皮卡都没有问题 很深的车库 那么这一套呢这个EC这个lot呢 它是就五个卧室的 它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大理石台面 然后柜头的话呢是这个颜色 大理石台面 然后这个是地板 那个是地毯 对就颜色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一会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它因为还在施工嘛 是看一下能够现在到什么地步 但这两套房子的话 它是八月中旬可以closing 可以交房的 看这套呢就是刚刚说的五十三万一千四的啊 第一套的这个材质的这个搭配 那我会放在这个屏幕当中 呃我们现在进去 大致给大家看一下吧 它因为里面还在施工 它要八月中旬完工可以交房 那我们看其实它两个车库是同一家的啊 当中有一个柱子一堵墙 感觉好像是两家 其实是一家 那么这一套我们看一下 它地下室呢都是完工的 然后呢它这个扶手都是升级的啊 看一下能上去吧 这边好像 还是 还是不太行 算了我不去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吧 就这样子 那这个呢就是五十三万一千四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我可以带大家实地过来看看房 还有一套呢是五十万八千的啊 它是五个房间 因为它一楼的呢有点挑高的 上面就做一个房间了 没有挑高了 所以说 而且它这个房子没有出租限制 小区没有出租限制 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它一共呢是 两个车库 drive位可以停两辆 一共可以停四辆车 然后它小区还有一些访客可以停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一套 这左手边呢是车库的位置 右手边这里呢 萌了就是在这个位置 是这样一套 五十万八千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如果你在掩护前有职业需求的话呢 欢迎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与我取得联系 那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点击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现在刚刚呢出了小区 然后呢我们在这条 呃比较繁华的主干岛上开啊 我们看一下 过两个红绿灯就到Costco 我们看Costco就在这里面 我说错了沃尔玛 这里就是沃尔玛 很方便 你看这旁边的都是这个餐馆都很多 修汽车的配件店啊 那边是这个整医生的这个地方 沃尔玛是在这里面 里面就沃尔玛 然后这里呢 加油站也有 这里是快餐店 两杯商店是非常的热闹 然后最前面呢 前面那个红绿灯呢 就是Costco 所以说非常紧 他出来啊 一转弯过两个红绿灯 就到沃尔玛 两分钟 两分钟都不要 然后再过一分钟啊 就到这个Costco Costco呢 这个红绿灯再过去啊 在前面就Smith 那这里呢 就是Costco 到Costco 就掉了 在前面就讲了 一半 十点 口 我们有点 一半 就